王老師,你好,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請問你,你報讀我們亞洲創意教育協會的STEM導師培訓課程 總共是12小時,恭喜你,你今天就拿了證書 我想請問你,你讀完之後,你對這個課程有什麼心得或者有什麼得著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的學員分享一下呢? 好,很感謝,首先,其實我是經過一個朋友去介紹課程 當時也想過暑假,要十幾個小時 聽完之後,我覺得很好,沒有後悔 是,所以就算要個人付錢也好,我覺得暑假是值得的 其實,初初聽阿廖sir去講的時候,第一課 我覺得是,第一課給我呢,有點拘謹 我覺得是,誒,在講什麼呢?還沒理解到 那慢慢呢,我就會覺得,誒,特別是讀完之後 我再回饋回到,誒,誒,整套的思路是給了我一些比較大的一個啟發 那我在學校本身自己推出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注重,誒,怎麼去一個科學探討 一開始就,誒,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為什麼,水的顏色會不會,或者是玻璃裝著那些水,有不同的音出來 一去就去做這個科學探討 那,對這個課程來說,我覺得整個架構其實很好 第一課,有時候幫我們看,就是整個STEM應該是怎樣的 應該是怎樣做這個STEM教育的 那,跟著呢,就說我們老師的角色是怎樣的 那,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忽略呢,我們老師的角色 或者是將老師的角色,又用一個舊的身份角色 那,你應該怎樣做,這樣就不會做到這樣了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是指導式教學 那,其實呢,我後來回想一下,是不是我們應該多一些問題去帶來 引領一些學生去思考一下,哪怕是錯,或者是怎樣的 那,我就覺得聽完之後,我說,哎呀,現在我們真的要多一些 雖然我平時教,我也有些問題 但是呢,很多時候,有時間的關係呢 不要想太多,就說,這個就是這個現象了 那些學生,避住了啊,這樣 就是,都會有這個習慣 那,現在都是會,都會再加多一點點心機 就是,時間下去,為什麼啊,或者是 一定是這樣的式的嗎,或者一定要這樣的嗎 那,有沒有別的東西 那,都引領學生,可以快一點去思考 那,還有一個最好的呢,就是,他 呃,尤其是,給了一個課程的架構給我們 就是,整個Stand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行動綱領啊 就是,那個,課程應該怎樣寫一個課程出來 我們可能,呃,講完一個課之後,上完一個課之後 很零碎,有一兩張高雜紙 那,可能做完就算了 那,其實呢,都,呃,學完之後 我覺得是,咦,真的要每一個可以寫一個課程出來 那,就留下這些資料 那,呃,以後的同事 亦都可以因應這份課程去,去再修改一些 去帶領去做 那,這個,這個很好,特別是那個 八個還是九個,我都沒有 八個 八個 是,八個 我們想的事情跟小孩子想的事情不同 我們覺得是這樣的情景,他們不同 所以呢,我們講完的情形之後 要他們感受一下,這個很重要 要怎麼感受 感受完呢,他就要,他就要,咦 感受完之後,這個 到底我們要找他什麼呢? 那個目標在哪裡呢? 那,這個要他們不要,就是我們 架設了給他 這個目標你們去做吧,這樣 那,因為我們始終跟他們想的事情不同 那,所以這個很重要 那,前面那一刻,我們很多時候 就忽略了 那很多時候我們就進入後面 一去就直接進去 是的 直接進去就去到後面了 就是怎樣 有一個計劃 然後你去 架設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就說可以用科學 引證它 或者是怎樣 所以我們前面那裡 其實我覺得都很重要 真的要同學理解到 那樣東西去做 我覺得很好有得著 最後我覺得 我們學校 我也覺得我們做得很不夠的 就是那個評估 但原來評估其實是很重要的 但當時我在想評估 怎樣做呢 以前評估算了 那些後期工作 我們主要做好前面 讓學生學到一些東西就算了 後面評估那些我們就知道了 就是看到他們的開心程度 或者什麼 我們可能就比較目察多一些 就是他們開心或者什麼 但是實際 原來評估不只是評學生 那我們老師是怎樣去評 那整個課程又怎樣去評 那這件事 我會覺得 給了我很大的看事 所以我留著那個 所以我也會 做到這個課程 我們在評估那裡 我會看看 哪些是適合我們 或者去檢討老師 檢討學生 或者檢討整個課程 應該怎樣評 這個我也覺得很好的 所以我也很感謝 李尹Sir 可以給到很多東西給我們 李老師 我還有另外想問你 就是你們 你們東沖和楚彪學校 對於推動STEM教學 未來這一年 或者這兩年 有沒有一些計劃 或者一些目標 這樣呢 有的 我們校長都很著重我們 一定要一個長遠的發展 還有我來到這個學校 他就經常跟我說 就是大雄 我名字叫大雄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多些學生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你不要做一些 即是說很高階 只有一兩個學生可以學到的東西 所以我調整一個目標 我就由一些抽離課程 然後才做一年的抽離課程 覺得有點適合 可以引進去 就引進來 我們學校 即是給全級的 或者全校的同學去做的 例如這個M-BOK車 也是 我們最初是一個 幾年前開始 就是一個 拔尖課程 我覺得OK 然後現在五六年級都會去學這個 這個Giggle 就是QE Fund的過程 我買了一套 想完都覺得很好 接著現在就引進來 現在就一至六年級 都有這個課程 所以 接下來的發展 我們剛才說 其實我們都有幾個主題的 STEM的發展目標 第一個就是 個個智能家居 因為我們智能家居 稍後可以拿出來帶給大家 我們智能家居 是在2018年的時候 就拿過全國青少年 工程師大賽的二等獎 接下來 都想將課程 即是一至六年級 都由一些智能的 一些的產品 或者是學習 放進去 那一年級就會 用剛才那裡 就去引入一些智能的概念 例如燈 那個空調 可能三四年級就 做一些簡單的智能風扇 智能家居燈 就是用這個 結果去砌那個產品 接著就用編程 就是剛才看到的一些結合 風扇的結合 就是兩樣不同的東西結合 去做 接著五六年級可能會適合到一些IoT 即是高階一點的編程 就會將一至六年級的產品 放在那家屋裡 明白 好 剛才說了 我覺得李Sir那套 就是一個學習模式的 那個圖 雖然我也覺得 STEM 就是說 STEM 沒有框框的 你不要要框框 但是我覺得 它不是框框 它是課程的指引 課程的指引 可以令到 做STEM的老師 很容易知道 怎樣去鋪排 怎樣去教好一個STEM 當中它不規派的地方就是你裡面的問題 那個內容其實沒有框框的 那個內容發揮是很廣的 只不過它是要有一條規則 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這樣去做一個框框的課程 就容易一些 去給學生 可以教到你想教的東西 還有主要的精華內容可以做到 但是裡面的內容當然是沒有過限的 這個是好的 就好像我們上課 在課程來到這間房間 我們雖然說 學生來到這裡是玩的 但是我們都要強調 學生來這裡玩 我們這裡也有一個規矩 有些規矩要遵守的 不是玩就無限人玩而已 所以有一些規則 令到學生 在這裡學習 既變得輕鬆 又自在 又在玩的當中可以學習 我覺得 李Sir的一套 我覺得 可以適合到 我學習的理論 所以我也很喜歡李Sir的這個模式 你是欣賞亞洲創意教育協會的 STEM認證的導師培訓 這個課程 你收穫很豐富 收穫很豐富 對 真的是很豐富 多謝你 雖然四課只有十二個小時 但是我覺得也很值得 很值得的 好好好 多謝你李彥鴻老師 或者除非 身體 而且